看好全球三大汽车展之一 2014年的洛杉矶汽车大展 对爱车族的强大吸引力 日产汽车一口气发表了两款跨界的休旅车 一款是主打豪华顶级路线 另一款则是看好年轻的消费族群 来开发出多样化的改革车款 要大局抢攻美国汽车市场的占有力 主打新颖与流线兼备 任何一个角度观赏都是科技与智慧的结晶 日产汽车迎接2015年 特别推出豪华跨界休旅车 Mareno赏性悦目的外观下 是全面支持手机行动科技的大荧幕 以及多种数位配备 而更让人惊喜的是 售价不到3万美元 就是希望消费者买得物超所值 而主打年轻车主的需求 还有2015年的JUKE新车款 售价近乎2万美元起跳 特色是色彩选择多达数十种 而且不论是Nismo Nismo RS 或是Color Studio等款式 各款汽车零件都能改装 让年轻人不论从车灯 车门 车框到尾翼 都能打造出自己专属的造型 这就是我们认为会有很多 我们认为我们的年轻的客户 和年轻人 在设计他们的车软 为自己的味道 自己的性格 而是他们有机会 在各种各种项目的色彩 可能是在学校的色彩 或是在他们最喜欢的 不只让消费者感觉很亲切 看重蓬勃发展的美国亚裔市场 日产汽车还特别找来 华人时尚妈妈 推出亚裔专属的流行品味 希望能更加贴近 美国华人的生活 东西文用志王小林英雄文李宗瑶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